买房女孩差点藏着我小马 本以为解开误会 谁知道我干爹告诉我 我爸就是喜欢他 什么小马 你说啥呢 就你爸跟我说的 他这头真爱了 还给我看照片呢 不 啥意思 我把小马带到公司来 你 我 我是土豆的干爹 啥意思 就七岁那年嘛 我跟他去河边玩 然后就掉水里了 然后他就给我救起来了 就我爸一高兴就 跟他拜了个把子 让我以后跟他搁论搁的 就在外边我喊他弟子 在外边我喊他弟子 你家可真够乱 你跟我说一下 这小马到底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呀 你爸跟我说的呀 你呢 你知不知道我爸想让你当我小马 我哪知道 行老邓 你这么整是吧 我迟早给你胡口本偷了 那就是说 这位美女不知道你爸的事吗 我肯定不知道啊 好好 那美丽的女士 我们邀请你共进晚餐吗 啊 你想你既然不想当他小妈 那就做他干妈也行 你是不是有病啊 赶紧给我滚 赶紧给我滚 滚 滚滚滚滚 滚 啊我又崩溃了 你家真的好乱啊 那我也不想的嘛 我拿你爸朋友 我爸拿你当家人呢 那咱们吧 呃这样啊 想个办法 你赶紧去找个男朋友 直接把我爸这个幻想给破灭了 我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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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